我叫温瑞 是中国铁建中铁15G电气化公司的一名员工 我负责武汉长江二桥量化维保工作 从疫情爆发到现在 我已经在这里独自直守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现在已经晚上七点了 桥上面的灯已经亮了 然后我现在就要去去江边看一下灯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已经来到了我需要去拍照的地方 然后今天的播放的动画画面是中国必胜武汉必胜 桥上的灯光原来是风景 疫情发生以后就改成了武汉加油 中国必胜这些最会人性的话 我检秀的时候也会更加的仔细 因为我心里有一种感觉 自己守护的不仅仅是灯光 更是一种希望和精神 是面向全国人民传递着武汉的坚强和信心 这是武汉长江二桥 现在桥面上已经基本没有车了 我上来检修的地方 也不宽就一米多 然后一边就是下面江水 我们现在要去检修 配点柜 最容易坏的就是下面的空开 还有时候会跳 跳了的话 比如说跳了一个 它就会有 比如说有三根拉索不亮了 我那天晚上去来维修的地方 就是因为这里一个小小的短路 导致整座桥上面有好多的不亮 然后我那天就站到下面 然后慢慢的扒着 然后靠着这个 然后把它包裹好了 现在是很艰难的时刻 白天到处都冷冷清清的 但是到了晚上 桥上的灯一亮 我相信黑暗中 很多双眼睛都在注视着流动的江水 还有江上的大桥 在这里独自职守的近一个月时间 虽然偶尔也会感到孤单 看着每天渐渐减少到确诊数字 我想再坚持坚持 春天已经来了 樱花也要开了 不久的将来 又可以看到鸟与花香的江山公园 和双六部戏的长江二桥 我希望这次疫情早点过去 希望那些医护人员保护好自己 那些病人快点好起来 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加油 一起努力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